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约伯记 十八章一到二十一节 那么 昨天我们提到 约伯回应完以利法的 这个讲论 第二个朋友也 忍耐不了了就是比勒达 那么十八章就是比勒达 第二次的发言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第一节 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你寻所言语 要到几时呢 这个寻所言语 有一点就是说 设下陷阱 言语的陷阱 意思是 你找我们的语病 或者你玩弄语言文字游戏 要到什么时候呢 你狡辩 或者你在找我们的语病 要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揣摩思想 然后我们就说话 就是你可以 你可不可以先 自己安静 冷静想一想 我们再来说话 意思是说 约伯你 你找我们语病 然后你自己那么激动 你要不要冷静一下 我们再来说话 第三节说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 在你眼中看作误会呢 前面 约伯当然对三个朋友 有一些抱怨 特别前面说 在十七章第十节 至于你们众人 可以再来辩论吧 你们中间 我找不着一个智慧员 就是对他们的指控 但比勒达 忍耐不了了 第四节 你这个恼怒将自己撕裂 就是说你今天这样的 遭受这些灾祸苦难 是因着你自己的恼怒 把自己撕裂了 因着你自己的怒气 你撕裂了你自己 难道大地为你建起 磐石挪开原处吗 难道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是绕着你转吗 难道大地 难道磐石都要为你来挪开吗 你怎么这么自我中心的意思 那前面是开头 是比勒达对约伯的一些抗议 他说你冷静一下 我们在讲 你一直找我们与病 你为什么把我们当畜生 好像我们真的是很愚昧 不是智慧人 你这真是自我中心 难道全世界要为你打转吗 之后第五节 一直到二十一节 比勒达他就在讲述 恶人多惨 恶人的结局 那这个讲述 你会发现他 有意无意的在 指控约伯 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咒诅了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 我们就比较清楚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他帐篷中的亮光 要变为黑暗 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 亮光指的是生命 财富 幸福 等等 恶人的亮光 恶人过去享有的财富 过去的幸福 过去的美好 都要熄灭 就要消失了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火焰象征 他的生气勃勃 他的影响力 现在都要熄灭 都要消失了 他帐篷中的亮光 要变为黑暗了 房子有光 有欢笑声 我们知道这一家兴旺 现在呢 如果我们回家 远远的看 这一家怎么都暗暗的 都没有人开灯 我们会说 这家可能没有人住了 有点这样的概念 就说 他的人丁要稀少 他的幸福 他的财富 都要失去 他帐篷中的亮光 要变为黑暗 他以上的灯 帐篷上面的灯 也必熄灭 帐篷一熄灯 就是满是黑暗 你的家全燃黑暗 他坚强的脚步 必见狭窄 他说恶人 本来是 很坚强 他的脚步 感觉起来就是 走路有风 很坚强 形容一种状态 很宽大 很坚强 必见狭窄 越走越窄 路越走越狭窄 走不通 自己的计谋 必将他绊倒 因为他是恶人 要被自己的计谋绊倒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 陷入网中 走在残人的网络上 接下来 他用了各样的陷阱 来描述恶人 如何落在自己的网络 圈套 必抓住他的脚跟 机关必请获他 活扣 活扣也是一种机关 那比较是 这个放在地上 当人 或者动物踩到 就会把人吊起来 这叫活扣 为他藏在土内 羁绊 为他藏在路上 前面 这个 比尔达 他抗议 他说你 用言语的陷阱 你在寻找言语的陷阱 现在呢 他用很多的陷阱 在说你自己会被你的陷阱 给抓住了 四面的惊吓 要使他害怕 并且追赶他的脚跟 这个四面的惊吓 当然就是这些恶人的仇敌 他因为自己的轨迹 射的圈套 最后都连到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自己受惊吓 而且呢 有很多仇敌要追赶他 他的力量 必因饥饿衰败 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 旁边等候 意思说祸患 随时要临到他 他本身的肢体 要被吞吃 是指说 要被疾病灾祸 吞吃 他的身上 要有疾病 死亡的长子 要吞吃他的肢体 死亡的长子 在当时候 这个专有名词 是指的是 瘟疫疾病 瘟疫要吞吃他的肢体 那这些都在讲谁 不就是在讲约伯吗 你帐篷的灯光 要变为黑暗 你房子没了 你的人丁稀少了 都失去了 那么 你的力量因饥饿衰败 所以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然后呢 你身体要得病 你看 疾病要吞吃你的肢体 你现在不就是 坑坑巴巴 都是疮吗 都是家 都是流的农吗 他要从 所倚靠的帐篷 被拔出来 带到 惊吓的王那里 惊吓的王 是指死亡 所倚靠的帐篷 当然是指 他过去所拥有的 这些一切的财富丰富 不属他的 必住在 他的帐篷里 硫磺必撒在 他所住之处 他说恶人 甚至 他所拥有的这些帐篷 他的产业 会被夺去 所以 别人来住 那 硫磺 撒在他所住之处 这个硫磺或者 古代战争 有时候为了要 让这块土地 不再有植物生长 会撒这个盐巴 或撒这个硫磺 败坏这个土地 就是说恶人 他抢夺的东西 最后 他会失去 他的产业 他的土地 也会被破坏 下边 他的根本要枯干 上边 他的知识 要减除 他用树来形容 前面 约伯也提到树 所以比勒达这里 也用树来形容 他其实这里 更有一个图像 他先讲 根 要枯干 所以 有点就是说 一个树被砍下来 根被砍除了 它倒在地上 暂时 你会看到 枝叶还是繁茂的 没有那么快 可是当根被砍下来 这个枝叶呢 后续就会慢慢苦干 他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 过去 约伯不是很兴旺吗 财产很多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根早已被砍下来 神的审判早就临到你了 那你现在就是开始 变枯枝烂叶了嘛 那是因为你的根被砍下来 神早就审判你 你一开始看起来还不错 但现在你很惨 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 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这里后面就在讲他 恶人要彻底的被遗忘 他必从光明中被碾到黑暗里 必被赶出世界 这个世界指的是人间 就说恶人最后呢 他的归属就是阴间 在黑暗里 在本明中必无子无孙 约伯他的孩子都死了 居然呢 他还说 我告诉你恶人 他就是绝子绝孙 没有幸存的后代 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就算他是到外地寄居 他们也是一样要遭灾的 不会有幸存的 以后来的要旌旗他的日子 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寒 这个新一本或现在中一本 都把它改过 这个以后来的应当是指西方的人 以前去的是指东方的人 就是西方的人听见要旌旗 怎么会 这这么样发旺的一个家族 没有了 东方的人呢 听见了也受了惊骇一样 就在表达 听见的人都会感到很震惊 很惊奇 就说一个人受审判 会使全地的人会看见 不义之人的住处 总是这样 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底部 彼得达 他先把约伯责备烦恼 突然讲了一大篇的 他的认识 什么认识呢 恶人怎么样被审判 而恶人怎么样被审判 除了把约伯推进去对号入座之外呢 他甚至还加上了更严重的咒诅 恐吓跟警告 这里说 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 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你就知道说 彼得达他大老远是为了安慰约伯 到后面呢 他的话 约伯说 你们的话让我很愁烦 让我很受伤 在这里彼得达他是在咒诅约伯 他已经变成是在咒骂约伯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 这个也不难 其实这蛮微妙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自己有 在我就回想我以前 这个学生时代 跟人有一些时候吵架冲突 我看到同学有一些状况 失恋 我要去安慰他 那我觉得是这个同学 他讲话太没情调 或太直接 所以我就去安慰他说 我告诉你 你只要讲话多一点甜言蜜语 人家就可以挽回 这个女朋友的心 那时候我还没信主 我就想说好朋友 失恋了 我就陪他 我那时候高中 喝着啤酒 要安慰他 那么他一直认为不是 是他女朋友的问题 那我就 他反驳我的意见 可是我觉得明明就是 你明明就是你自己讲话很糟糕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都认识 所以我就一直讲说 你要改啊 你要改怎么样的 他反驳我 我觉得我被攻击了 我被攻击了 所以我就反驳回去 变成吵架 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说的 我本来是要去安慰他 我大老远 特别去找他 陪他那么长时间 陪他喝酒 那时候冬天很冷 吹着风 结果我去跟他吵架 到后来呢 我发现我的心境改变 越讲两个人越不高兴 我变成心里面是怎么样 我希望 那个女的再也不要回头 分得好 该死 你看 你就是死不改 分得好 就等着看 看什么 看好戏 看你被碎 为什么会这样 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人好糟糕 我是真的要去安慰他 不然我干嘛 那么累 付那代价 可是到后面 我不仅跟他吵架 我甚至起让他 这个分手 然后难道你的狠狠地骂他 说都是你不会讲话 来证明我是对 留意到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是我本来 应当是为了他的缘故 安慰他 变成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 我为了证明自己的 利润正确 我甚至希望别人出事 为了顾自己 顾自己的尊严 顾自己的看法 立场 我就不管 不是为了要安慰他了 所以人真的是自我中心 对不对 我们做 有时候我们陪伴人 辅导人 弟兄姐妹 彼此的关怀 或者我们做 牧者 同工 小组长 我们有时候 也是要留意 因为他只是一线之隔 一线之隔 我们究竟是好意 还是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立场 我们在陪伴人 帮助人 辅导人 人不听 如果是为父为母的心 应当怎么样 应当是 为他祷告 求神保守怜悯 堵住破口 或者我们祷告 求神管教 也是出于 为了他好的缘故 也是出于一种忧伤 而不是 心境上是 好吧 你不听我 好 那么 没关系 我就等着你出事 你就知道我是对的 我们很容易 在辅导陪伴人的时候 有这种心情 是为了证明我是对的 而不是为了 爱人 帮助人 这很微妙 其实如果 没有静下来 好好地觉察 我们真的 不会留意到 我们以为我们 是真的要帮他 其实不是 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 比你好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 建造人 帮助人的辅导者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人心真是险恶 我们以为我们在帮助人 我们带着一个关爱的眼神 这个教导的口吻 但事实上 我们只是要证明我们自己 比较好 比较对 主和你怜悯我们 我们好糟糕 求主顺免 在过往的年日里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发现人不听我们 我们甚至心里面悄悄地盼望人 受苦 盼望人等着他出事 求主怜悯 主和你让我们更有为父为母的心 不要像彼得达 在言语的交通互动里面 受伤生气 甚至反过来变成咒诅 保守我们的口 保守我们的心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封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